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行在即,5月13日,大会新闻中心启动试运行。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国家会议中心提前探营。 新闻中心设置在国家会议中心1112展厅,总面积约11000平方米, 有综合服务、媒体公共工作、文化展示等八大功能区。 其中,设置有大小两个新闻发布厅,分别可容纳260名和150名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此外,新闻中心配备广播及公共信号播放设备, 专业办公设备设施和总带宽6G全覆盖的高速网络, 不少工位上崭新的笔记本电脑一字排开,可以随时使用。 新闻中心还配备新款人脸识别电子储物柜, 存取物品只需要站在摄像头前,人脸识别通过后,柜门自动弹开。 除了新闻发布厅,媒体工作区等常规设置外, 这里还设有AR博物馆。 体验者可通过电子放大镜设备,感受5G的实时应用。 那现在电脑屏幕上是一张澳大利课本的一个电影剧照, 然后通过我手上的这个镜子,咱们进行扫描。 这个扫描器就会把这张图片实时上传到云端, 然后通过5G网络,再进行一个实时的匹配, 然后这个动态的视频流是实时给下载下来的。 在陈浸市增强现实互动体验区, 几位记者正头戴VR设备,感受几组中国全新影像。 一旁的3D打印机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急速3D打印机, 打印大概10厘米高的模型,6分钟可能就可以完成。 这次展示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3D打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技术,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大会向我们的国际友人展现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目前的3D打印的研发的技术实力。 新门中心内随处可见亚洲元素文化气息浓厚, 在公共工作区展厅内,长城、天坛等城市地标现身背景墙, 两侧的墙面选用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画作, 餐厅的墙面则以中国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作为景观装饰。 新门中心还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区, 有四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传统国画, 传统传玉石工花,兔爷彩绘,软桃工艺制作等表演。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能够让大家更深入地去了解传统的非遗传统的文化, 然后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亚洲范围或者世界范围的能够有更大的影响, 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知道认识。 据悉,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5月15日在北京节目。 大会主题为亚洲文明交流互建与命运共同体, 主要包括开幕式、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和亚洲文明周活动。 截至目前,大会共有注册记者2900余人, 其中境内媒体记者2500余人,境外媒体记者380余人。